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中文字幕统筹 第六个 字幕统筹 左手的话就是什么三国金刚书印 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 从那个右笔孔当中出这个三次七 出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这个三次七 这个作笔就是做那个金刚书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这个右笔 从左笔孔当中出三次个七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其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这个三次七 双速度这个作金刚书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笔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七 出三次个七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其地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七 开始念的生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知乎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能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将册 啊啊哦哦哦哦 往外排出 muse也在 work的人地道 人不惊喜, 其ather就是地公交代車строй實, 既然每天都越來越南, 真 boy都越來越南。 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那些菩提心发起来,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应该前半莲花上面,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锤炼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我们就是,啊,就是了什么,是居然的,在我家里面前建议你,在我家里面前建议, 因为我和他们建议,我和他们建议,从来建议,让我建议,从来建议。 我们就是,啊,就是了什么,我建议,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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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的出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必如 宁如 何不乎 那么 以前的话呢 别的男人看着你的妻子啊 你的那种女朋友的时候呢 你会以最快的这个速度来 会保护的 而如今你的这个朋友死了以后 人在速度里面 被这个饮酒吃掉的时候呢 临死的你为什么不去保护他 就是 八义呢 应该是这样的 但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 有多少的人啊 就是互相呢 有一种爱的这种执著 世间人呢 有一个比较漂亮的语言 就是说是感情啊 爱情啊 等等来称呼 那么真正世间的一切生活 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 有一个人呢 他有妻子 那么别的一些男人呢 在偷偷地对他看了一眼 或者呢 就是与他这个稍微借助 与他一起这个谈话 等等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对方啊 就是非常的这个不高兴 就是开始就是 生极大的这种这个嗔恨心啊 就这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 恐怕也大家都是应该这个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颂词呢 就是从表面上看了呢 好像那个男人的这个嫉妒心 非常非常这个强烈 就是我以前课堂上呢 经常也是批评就是说是这个女人呢 女人的嫉妒心很强 就是不管是这个 对这个同意性的也好 就是或者说是同意性的人呢 就是对所作所为上面呢 就好像心里就一直融 就没办法融了 就是什么事情都想不开 就是然后马上那个就是嫉妒心的就增上 就是就一般从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看起来呢 就是一般女众的这种 这个嫉妒心呢比较强 但是在这里呢 就是男人的嫉妒心 也的确是很强 这方面呢 就是应该没有就是多大的差别 尤其是在这个生活上啊 就是如果知道就是自己这个所拥有的 所执著的这个人呢 就是与对外面的这个其他人的有些这个关系的话呢 那么就是自己甚至呢 就是一切就是不在乎 就是一定会是这个毁坏对方 就是毁坏对方 就是这种现象呢 自古以来也是非常这个多的 所以我们这个 这种这个教言的话呢 就是从表面上看来 应该说是对这个 就是女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贪心 但实际上呢 就是以正量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男人的这个身体呢 就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就是龙猛菩萨在《中观宝门论》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这个 如女生不尽 如自身一耳亦然 意思就是说呢 就像我们这个女人的这个身体是不清净那样的话呢 其实用智慧来进行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认自己的这种身体啊 就是男人这个自己的身体呢 也完全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是哪麽 这麽整理想没有明显点 也不是真的客气 这对这个 sourdине 呢 对这也不这里也不知�� got that 也不愿意见问 reasonable可能就是 网易贏而言是什么事情 周边就能发现 他的 Hola子 就是我从 receber的 是不是 sensible关系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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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呢 就是说 既然见到石头林的这种尸体 全部都是被救银当分分相拥 那为什么你苦苦地用花满当来 就是装饰这些野兽的食品呢 那么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平时呢 在到一些石头林的时候呢 就是会见到了一些石头林的这种尸体啊 那么就是见到这些尸体的时候呢 首先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土藏师呢 就是那个天藏师呢 就是把这个身体就是切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呢就是像这个所有的这些猛兽也好 这个飞艇啊就是他们呢就是不断的 然后这个正前空后的开始呢就是车来车去就是吃掉 就是吃掉就是在这个吃掉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真的是不管你这个身体是再漂亮再装严啊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是一种食品 是谁的食品呢就是这些动物们的一个食品啊 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这个食品啊 还没有这个死之前的话呢 就是可能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就是知道自己的这种处境是什么样的 然后就对自身呢就是也要做观察 对别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进行观察 其实我们特别喜欢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话呢 真的是有时候呢就是除了这个老鹰的这种食品 或者呢就是在那个就是太平间就是作为这个肥料 就是对这个农民呢就是作一个肥料 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身体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真正的这个价值 就像《中观四百论》里面所说的 唯一的这个他的价值呢 依靠我们的这个身体来修行善法 这就是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价值 就是一个标志的权吧 这个是这样子最开心的 但是那个还没什么呢 就跟这种了解了它 到这里的这个是个礼物 是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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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很多历史书以后 古印度的这种状况 很多天证物就没有了 就是把尸体送在石头林 石头林之后 也有老人的尸体 年轻人的尸体 小孩的尸体 有横着的 素着的 也有新的 也有旧的 各种各样的身体对在那里 在那种场合当中 真的是大家待一会儿也很害怕的 所以在石头林的话 一般来想大家都比较害怕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那么这样特别可怕的环境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尸体啊 就是一看了这个尸体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人的尸体呢 就很多人都应该害怕 就是接触他的时候也害怕 尤其是看到他的面相啊 看到他的整个身体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的这种害怕就是 那这种这个尸体呢 就是害怕的话 实际上就像米拉日巴说的那样 现在我们活着的这个身体呢 应该从这个他的结构上 从他的这个本质上 或者是躯体上啊 从容貌上 就很多方面看的话呢 就是跟死的这个身体是没有什么差别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啊 现在活着的身体跟死人的身体是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为活着的这个身体呢 实际上是有生命就是 死者的身体是没有生命 但是这一点是对的 但我们就是怕的呢 就是并不是生命 我们怕的就是尸体的这个 而我们贪着的什么呢 并不是我们贪着一个美女的这种心啊 她的这个灵魂呢 不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具有贪心的人的话呢 他贪着的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身体是特别好看啊 你看那个身体如何如何的壮严 他是贪的就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全部呢 就是还是放在这个石头里 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你为什么如是害怕 所以从伊犁上真的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 跟这个石头里面的身体呢 应该说是本质上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既然没有什么差别的话呢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依靠这个风和 依靠灵魂呢 就是活动的这个 其实呢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气势啊 就是 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是 Does说 我知道 这是我们的来性能力的发展 如果我们在这里就能够对手就能够对手 但是这里才能够对手 我也是知道 就是我们对手就能够对手 这是在这种感觉呢 但我们简直 Berkeley 这是自己的畅力多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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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衣服的人的身体呢 也不值得拥抱 应该生起厌恶性 为什么呢 因为石头林的身体跟现在呢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差别 所以人们呢 这个迷惑性啊就是我们的虚荣性呢就是很容易生起来的 尤其呢就是听着一些美妙的声音 其实对这个声音呢对我来讲是应该毫无关心的 但是呢就是对他就是产生这个贪心啊就是产生贪心啊 现在有些明星歌星啊就是他唱了很好听的歌的话呢 莫名其妙地就是对他生起这个贪心就是 就为了有些歌星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财产都是这个倾家当餐都是原因的就是一直醉啊就是 你们也知道是世间当中有很多就是无聊可怜的人啊就是只要听到一个歌声的话呢 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鞋子都是落到哪里就是一直醉 这种这种人也是有的 但有些人呢就是听到就是就在外面就是化妆的很好 然后在表演啊就是表演 然后他的这个姿态就是非常美妙的话呢 那就是就没有任何原因就是对他就是进行这个胜治 贪心就是 其实呢就是真的就是他这个大脑啊 化妆啊还有很多这个身体的这些装饰的话呢 这是义父的一种庄严就是并不是他的这个身体 如果是他的真正的这个身体的话呢 你剥开义父 然后呢就是真正就是看到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跟师徒里面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景象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就是知道是这个内幕的 因为人呢就是就始终是觉得是有一种这个生命感就是 那么你这个生命感没有的话呢就是你原来所贪执的这个对境呢就根本都不会就是有什么的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有种迷惑啊就是这种这个迷惑的这个面纱呢就是应该用智慧的保险来揭开 否则的话呢就是始终是沉迷在就是在那种这个生活和环境当中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 所以在这里也是说了就是穿着衣服的这些美女的话呢很多人都特别特别的这个喜欢 而落在这个石头里面就是赤裸裸的摆在你的这个面前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就不需要有任何障碍的 但你真的要去拥抱的话呢就可以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贪心最大的一些这个男人的话呢不要说是拥抱就是 连这个清净都不敢清净就是啊连清净都不敢清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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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